一个落入环间的天使 出道二十多年 她有很多昵称 安妮 美丽教主 校长 她是公认的娱乐圈中 才情与美貌并重的才女 今年不论是做工艺 还是器官捐献 本期非常近距离 就从伊能静的诸多大胆举动中 探索她的内心 为大家展示一个 不一样的美丽教主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伊能静 这一次是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偏花是同雀台 变得上次来是两年 两年好快哦 太快了 真的好快 不变的是 对吧 伊能静还是这么漂亮 你知道上次我惹了个麻烦吗 在你们节目 就最后不是问我是怎么保养 然后我就说 其实我都睡在那个驸马铃里 里面 对 然后第二天就有记者 很严肃地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说 他真的睡在驸马铃里面吗 然后他真的是用防腐剂睡觉吗 这样 然后说我们问过专家说 睡在防腐剂里是会死人的 然后就说 没有幽默感啊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不会吧 这是一个笑话啊 怎么会变得那么严肃 他应该是农大毕业的 他就要追求 日记之教终 可是他就变成了一个头条新闻 现在在网上查 伊能静跟防腐剂还会一起 在一起休闲 真的 噢 变了好大一个事儿 下次我都不敢 今天说话注意点啊 今天说话注意 我真的没有睡在防腐剂里 那这两年是睡在哪儿啊 真的保养那么好 我睡在我家的床上一个人 变成是我家儿子 欸 好吧 说错话 我睡在我家的床上一个人 跟我的儿子 有的时候跟我的儿子 剪掉 剪掉 然后 还是在防腐剂里面 大家也可以通过 伊能静的微博 和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微博 以及我们的官方网站 乐鹏网来跟我们互动 欢迎走入今天的 乐鹏网推月不应之 非常近距离 有请 伊能静 一个看似温婉而柔情的女人 岁月似乎没有在她的脸上 留下任何痕迹 如今四十多岁的年纪 依然疯狂叛逆 那么这个娇柔小女人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一颗疯狂的心呢 但疯狂有点有点太赞美我了 疯癫好一点好像 我可以选择我的身体 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什么样的尺度 但我妈妈很反对 我跟我妈说的时候 我妈说不可以 这样的疯狂内心 到底是与生俱来 还是后天养成呢 我爸一看又是个女的 就爸呢 爸呢 爸呢 没爸 就这样 就 我爸就走了 我那留了一封信给妈妈说 妈妈我走了 我想要独立生活 所以我的心愿就是 我要做的比 长子还像长子 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愿望 今天《非常近距离》 就从她的诸多疯狂行径中 探索她的内心 看这个美丽教主 到底有哪些疯狂行径呢 好 欢迎回到 《外风老师》 给各位一支《非常近距离》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疯狂的女人 你不喜欢这个形容吗 疯癫好一点好像 疯癫不沉磨嘛 不成活 但疯狂有点 有点太 赞美我了 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勇敢 但是我很渴望接近 但我挺叛逆的 我在想 你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个 很柔弱的女子 公主 但是每一次跟你接触 我就觉得 你身体里不是一个女人 其实 就是你的思辨方式 你对问题的看法 让我觉得特别不真实 就是好像不是现实的一个人 因为我认识也很多跟你认识的人 其实大家没办法去给你一个 特别准确的评价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就这样 然后我很认清楚生命的本质 因为我父亲16岁就走了 然后我是亲自为他送行的 所以我很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 所以我其实 当你知道人的最后的结果都很公平 管你是莫扎特啊 或伟大的英雄啊什么 其实最后人都要走向那个终点 因为我是亲眼 因为我父亲的死亡证明是我签的 因为当时我虽然很小 但因为我爸在台湾车祸过世的时候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我妈妈 我妈他们都在日本 你姐姐他们呢 都在国外 你爸去世只有你自己啊 我那时候16岁 所以我去太平间认我父亲的大体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非常小的 不要说死亡 我连生病都没怎么看过 你会害怕吗当时 我不太知道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 我跟一个爸爸的朋友一块去 那个朋友 他爸爸的朋友就一个长辈 长辈就说妈妈马上就会赶 就是从日本飞回来 然后但是必须要有家属签索 不然他的身体就要 一直摆在那个铁床上 那这样他就不能送进去 所以为了要让他先送进去 我就签了 因为我是直系家属 可是其实我是未成年的 然后但我觉得说 当时这个长辈还说 眼泪不要滴在 这个离开的人的身上 因为他会舍不得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不想哭啊 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太小了 反应不过来 因为我爸爸外观是完好的 他是撞到那个脑子里面 是睡的 但外观是完好 我就觉得他好像睡着了 然后我就看着他 那个长辈就去找医生 然后我就坐在那裡 我就突然握了他的手 但我握了那手的时候 我就吓了一跳 因为我握那手的时候 他就硬了 冷了 就是那么的冰 就不是人会有的那种 然后硬的 因为我爸爸是凌晨三点多 就离开了 我到六点多才见到他 就 然后 我握了他手 就整个又硬又冰 然后我当时就吓一跳 我还 我还抽手了 现在大家听我说 当然很轻松 因为真的过去很久 而且我现在真的 我自己也不害怕了 我自己也不害怕死亡了 所以我就可以认为说 爸爸是在天上守护我 用不同的方式 永远存在 那他一定会希望 女儿活在这世界上 活得很快乐 而不是因为他的离开 每天以泪洗面 所以 能够好好送我爸爸一段 就是 这段旅程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要活得很好 活得很快乐 你特叛逆 你想全家都在日本 你就非要跑回来 对对对 没想到是来送我父亲 其实 你回来的时候是没想到 我回来之后 一个月之后我父亲离开的 如果我也不在台湾 我那时候没有离家住 我父亲身边就没有人了 所以我有受觉冥冥之中 我那留了一封信给妈妈 说妈妈我走了 我想要独立生活 然后我的愿望是有一天 让家人可以团聚 妈妈我一定会买一个大房子 给你们住 给姐姐 让你们住在一起 然后我就走了 可是现在回想 感觉好像就是为了赶回来 因为一个月后我父亲 在我的眼前走 他就是晚上 就是突然跟我约 约完之后我父亲 骑着摩托车就走了 然后三个小时以后就说 他出事了 跟你约好的 约好我们晚上就不知道 为什么他就跟我聊了一下天 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在娶 然后并且跟我的阿姨 也有一小孩了 就是一个挺幸福的家庭 因为我觉得 可能我对我父亲 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好像我父亲也感觉到了吧 因为小时候我跟他相处的最少 那你会怪他 跟你妈妈离婚吗 我觉得我妈妈非常伟大 就是如果说有人会形容 易能镜还算善良 就常在我的微博上 会看到这样的形容词 我真的要谢谢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从小就会说 爸爸真是一个自由的人 你看妈妈 永远就是吃这碗饭 就想留一点 因为怕明天没饭吃了 所以永远吃不饱 可是爸爸就是 今天有饭 就把饭吃掉 明天再说 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 哇 吃得特别高兴 所以我妈妈就说 妈妈这辈子 就想做像你爸那样自由的人 甚至常会跟我说 你爸爸 就我爸总是 我妈总是说吴敏 我爸叫敏嘛 敏感的敏 吴敏啊 那时候啊 我怀你的时候 那个医院停电了 他就把我背上去 那你看我这个大肚子 特别沉啊 他哪背的洞啊 但他就一楼一楼的跑 然后一边喊说 那个蓝姐姐 马上要到啦 忍耐一下 别自己再生出来啊 什么的 然后我印象中 就好像父亲没有缺席过 他是个跑船的船员 就是很少回来 但他很爱我们 但是你在台湾 那么早 那么早去台湾 然后就拼命赚钱 我老觉得赚钱这事 应该是老大 姐姐们的事 你为什么那么大的 那种责任感 就是开始演出赚钱 在你十几岁的时候 我觉得跟我出生有关 因为我是我们家 第七个孩子 我妈妈生了七个 剩下了 其实有五个女孩 有两个就是胎死腹中了 没留住 对 没留住 但有一个是小儿麻痹症 十二岁才死的 当时那个还没有的痣 所以我们家 其实一直是女孩 但我父亲是个退役军人 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无孝有三 不厚为大 那我爸就觉得说 家里没有一个男孩子 我父亲是因为这样 而离开这个家的 她认为她必须要 在这个陌生的岛屿上 无亲无故的地上 要留下一个 跟她同样姓氏的男孩子 没有 对 她可是没有 那所以我妈妈 是特别带着一种 对自己的 她就是从传统角度来讲 好像会有一种自责 对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我出生之后 我爸爸正式地走了 因为到生我的时候 一生下来 我爸一看就没带爸的 又是个女的 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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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爸 我爸就走了 所以你刚才说 跟你有关系 你会把自己当男生吗 我觉得就是 我就是想要告诉我爸说 我比男孩子还有用 因为爸你常说 这个家都是女孩 没有一个人可以当家 但是爸 女孩子也能当家 所以我的心愿就是 我要做的比长子 还像长子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愿望 我要做的比长子 还像长子 所以你到台湾 开始做歌手 做到什么时候 其实是赚了不少钱了 已经是 我一开始就帮妈妈 买了一个小房子 我是16岁进这行业 26岁 我才开始为自己存钱 在26岁以前 就是全部都给了家里人 什么时候 你就开始有收入了呢 第一天就开始 因为我就是 我其实蛮像 选秀节目里那种 我不是选秀出来 但我一夜沉迷 一年 一能静更是在 为爱出自己多年愿望 16岁许愿 有一天 要让家人团聚 后来恋爱 却把所有的讨好努力 给了爱情 因为我的遗忘 以至于曾交往的对象 从不曾与我家人相处 但磨难后才发现 最后守护你的 依然是自己的亲人 今年 终于买了有花园的二层房 三姐一家可养狗 二姐和母亲住楼下 姐妹还要开店 感谢上天 我终于找到回家的路 完成心愿 今年的年次 我完成了这个愿望 给妈妈买了一大房子 不是妈妈 是全家人 我把我二姐的三个小孩 然后三姐跟她的先生 还有两个小孩 还有三只狗 还有买的 就我买给他们 就我一个人买了一个 一千多万的房子给他们 两层楼 楼上有花园可以养狗 然后楼下就是 姐姐跟妈妈可以住 楼上就三姐一家人可以住 在哪儿啊 在台湾 哎呀 你太孝顺了 全家就终于住到了一起了 终于 然后我就 我那一瞬间 那天我弄完那个房子 然后我心里有一种 挺震撼的感觉 就是说 当然之前大家会说 你怎么现在才赚钱呢 你不早就干这行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 妈妈有一个房子啊 姐姐有一个小房子 但是一次性的 买一个这么大房 大家出来 然后是这么 这么好的环境 大家住在一起了 对 然后我又给 我又应该是这样说 我支持了 我三姐 然后一笔 一笔费用 因为我三姐 也年纪也比较 就是跟我比 比我大一些 然后呢 我是觉得说 她带着两个孩子 跟先生 就两个人 舔手舔脚的做炒菜店 然后很辛苦 如果两个人 有一个人倒下 就等于有一个人 要照顾三个人 于是我就说 你们开一个火锅店吧 因为火锅店 就锅底一放 对吧 自己煮 也不用煮 也不用炒 然后我又在这个家 买完之后呢 就支持了我姐姐她们 在台北开的 在台北开了一个 三姐妹火锅店 我以为烧酒屋呢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就把所有人照顾好 还有就是二姐的小孩 想要去德国念书 念经济学 然后就把她的学费 这个四年大学 我说你去吧 然后就全部 然后三姐的小孩 还想要学舞蹈 就帮她把舞蹈课的 所有费用弄完 我就觉得说 就是身为一个长子 我所有任务都完成了 对啊 我觉得比那个 升课待伴的还强多了 她 挺开心的 那今天其实 我们也采访到了 怡能静的姐姐 我还没看呢 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对 我们妹妹她被家庭 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其实她每天这么辛苦 我们看的都很心疼的 也会觉得她工作真的很累 那基本上 只要我们妹妹 只要是哈利的假期 她一定会回台湾 有时候甚至 飞来 飞回来一天 第二天就走 只为了陪她儿子睡一个觉 或者是让儿子看到她一下 所以真的是 无庸置疑 她是很困难的 而且哈利的 在艺术方面的教育 她也是很投入 每年她都一定会问我们 到了什么假 她就会问一问 自己姐姐的小孩子们 你妹妹要出国去玩 她就要帮我们准备机票钱 或者是现金让我们出去玩 我觉得这点也是让我很感动 因为说实在的 她照顾到的妈妈 我们就已经 真的很感谢她了 但是她现在连 暗暑假她有时候 都会问我们 要不要出国去玩 所以这个也是我很感动的 还有就是说 爸爸妈妈如果说 我妈妈或者是我干爸 身体上面要是有什么不舒服 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不舒服 她一定叫我们赶快去医院看医生 她也很紧张 所以这些都是让我 有时候在家里 想我妹妹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都不舒服 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妹妹和好姐姐 都会很开心的 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妹妹和好姐姐 就我们一家 好好对你妈妈真的 多不容易啊 就能把这几个女儿拉扯这么大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母亲 你看妈妈特慈祥 所以我觉得一个有爱的人 她才会绽放这种光芒 平常都打人去我让人家哭 怎么搞的 但你真的不要太累了 我现在就想再两年 就是再两年 然后这两年我再拼一拼 刚才一开始 我们用这个疯狂来形容 我觉得过 但是我觉得 你的确可以做到 不太在意别人的议论 因为我也看到最近 其实包括就是全裸 然后去替这个工艺代言 也包括要把自己的器官 你去宣布捐赠 我觉得这两件事 其实都是特别 怎么说是非常挑战 很多人的这种眼球的 我们先说第一个吧 就是这个工艺广告 其实我们是非常支持的 包括粉红丝带 对 包括这个时尚健康 我知道你做了很久 我们也配合给他们宣传过 对 我觉得你一开始就很大胆 因为那时候粉红丝带 但是很奇怪 像我拍电影的话 尺度就很窄 像我就没有拍过吻戏 到现在我重饮 这二十多年 我没有拍过一个接吻的电影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就这样 所以我认为 这个就是女性 对自己身体的主宰权 我可以选择我的身体 在适当的时候 做出什么样的尺度 但这个尺度不是说那种 比如说我为了换取金钱 做的牺牲 我觉得这个裸露 是提醒所有的女性 关注自己的身体 我们有一个美丽的身体 它是上天 然后创造了人类 然后赐予给我们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 这身体很美 那它放在对的价值观里 它是绝对的美 那如果有人在议论那些 就是什么议论都会有 就像你刚才说 当你做出一些 不是就是可能更 大多数人觉得不敢做的事 就会被议论 比如在你的微博里 或者去讨论 你会不听吗 会影响到你吗 我觉得我已经成熟到 知道说我选择做的事情 的后果是什么 然后我认为真正的勇敢 不是说你不怕 我觉得不怕的人是无知 是他不知道 无知者无惧 我觉得真正的勇敢是你怕 但是你还要去 我觉得那才叫勇敢 那我一直觉得 我的生命的主题里 勇敢是一个品质 就是说我知道会有人说 我是有 我是会有一点点觉得说 当这些声音出来的时候 我会不会被影响 但是我认为 我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愿意让更多人知道说 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美好 然后当我们在播 夺夺其他生命的时候 如果不是正常的食物链状态 或真的是我们 生存下去的需求 其实人类可以温暖 自己身上的方式 保暖内衣也足 现在保暖内衣 几层几层穿 其实也绝对足够的了 我是觉得这是很值得的 而不是通过虐杀动物 再给我们身上多一道华丽 对 所以我们也真的是 希望借由这个节目 让大家一起能够加入到 拒绝皮草 爱护动物的这个行列当中 希望你能够支持我 器官捐献 其实也是很大胆的一个行为 因为这几年 其实政府 包括公益机构 一直希望 也在呼吁就是说 当我们逝去的时候 是否可以将我们的器官捐赠出来 帮助那些可以帮助的人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也都支持 但是让你真的去选择 在你活着的时候签署 我死后将我的器官去监赠 这样的人 还是不是很多 李能静在微博里说到 拿到了当有一天 我不在这个世界 还会以另一种方式 在另一个的身体里活下去 让我们感觉 甚至带有一种 浪漫主义的感觉 本来活着 存在本身就是很浪漫 因为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到这世界上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浪漫的 哲学性的思维 人本来就不是 数学理性科学 可以计算出来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几年前就想捐了 是什么触动你呢 因为很多人都说 身体是臭皮囊 没有用 灵魂是最高贵的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一直是一个 很爱我的身体的人 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没有身体作为平台 我这一生 怎么去经历 这所有的事情 我感谢我的身体 在我失恋的时候 我的眼睛帮我哭 在我爱人的时候 我的心脏帮我跳 然后在我想要 抚摸我的孩子 双手的时候 他帮我传递了温暖 我觉得身体是非常可贵的 正因为它可贵 所以你也知道 当你觉得你身体 很可贵的时候 别人的身体 一样很可贵 但我妈妈很反对 我跟我妈说的时候 我妈说 不可以 这死无完尸 这多富豪 什么就讲的就是 我妈就特别那个 然后就延迟了几年 而到今年 我就上了一个节目 然后这节目就是 有一个人 有一个儿子的 那个妈妈 她是眼科 她是眼科 这个眼科医生呢 她妈妈过世的时候 她自己亲自 跟她的这个 另外一个眼科大夫 取下了她妈妈的眼角膜 移植在八个人的身上 我才知道说 哇 一个人的眼角膜 可以让八个人 看到这个世界 八个人来了吗 八个人都来了 我的天哪 然后你知道 那个眼科医生 瞬间就大哭 然后就看着那八个人 不知道要抱谁 然后突然之间 她就说我妈妈在你们的身上 那八个人就哭成一团 然后我当时就说 我当时就讲了 我说我回去就要捐 大家知道 器官捐赠不是那么简单 它有分成两种不同的捐赠 一个是器官捐赠 一个是组织捐赠 跟我讲一下 组织捐赠就是皮肤 皮肤也能捐 如果刚好有人灼伤 你的皮肤在 还可使用的范围 就是它会立刻取下 所以你真的就是 不是只是拿掉一个肝 跟一对眼睛 你的皮肤也是要 可能会被真的扒下来 比如说这样 然后再来器官捐赠 就是你所有看到到的骨骼 那个也是组织 然后你看到的肝 心脏 所有你能捐的 肠 什么 你身体里所有你拥有 你都能捐 所以变成说 当他们知道我是全体捐赠 你要做全体的 对 我是签了全体捐赠的时候 我先为你鼓鼓讲了 好厉害 但我就跟我妈妈想说 我那一次我就跟我妈说 妈妈 你一直告诉我要 当一个善良的人 然后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你是把我烧成一团灰 放在一个罐子里 然后每年就来看我 掉几滴眼泪 帮我擦这张花 就这样 还是说 在我还没被烧成灰以前 我的心脏在某一个需要 活下去的孩子的身体里 我说你是妈妈 我是妈妈 如果今天需要这个心脏 的是我的孩子 那你是宁愿它烧成一把 没用的灰放在一个瓮里 一年见一次 还是你愿意另外一个孩子活下去 而且你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你的女儿 然后我就说妈妈同样的道理 如果失去光明的现在是我 比如说我现在白内上 青花眼我看不到 但是有人把她眼角膜捐给我了 你是愿意 她说我还是把她烧了去拜她 还是说 其实这对眼角膜很有意义 然后我妈妈就接受了 但我跟儿子说法比较浪漫一点 怎么说呀 我就说 小心干 我都叫他小心干 小心干 我跟你说 你看 如果有一天 那个妈妈变成天使了 在天上守护你 你讲的真浪漫 对对对 我就说你看 就会有 妈妈的眼睛就会在好多人身上 继续看到这个世界 看到你喜欢的太阳 你喜欢的向日葵 你喜欢的修薄里的小王子 你喜欢的梵高的画 那我说 这个眼睛也会去美术馆 这样 然后 也会画画 然后说如果有一天 妈妈当天使的时候 妈妈的心脏 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 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恋爱了 那她就会 伤心的时候 她的心就会痛 妈妈就好像又恋爱了一次 心后会痛 那如果这个人 看到那男孩子 心蹦蹦跳 妈妈又恋爱了一次 妈妈又脸红心跳了一次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不觉得这很美好吗 因为 其实我当天使了 我在用我最大的力量 守护你的时候 你还可以到处看到 妈妈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 然后突然就很感动的看着我说 我能捐吗 然后就说 捐孩子 还早呢孩子 你先长好的再说吧 你现在太小都没长好 你知道很多人 其实不是不能理解这件事 是不愿意面对死亡 对对对 其实大家根本不怕说 死后以后 把这个东西捐出去 更多的人是 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么昨晚 过一支非常近距离 这次演的这个 福皇后 福皇后 在同学台 她是什么样的女性 我的角色也挺疯狂的 我的皇上 这个皇帝老公都杀不了曹操 我居然想替她去杀曹操 而且这个皇后 还找了一个一米六 号称一米六的人也好 然后周润发有大概一米九 然后汉曹是那个席地而坐 没有鞋子 所以我还不能垫高 所以我在演说曹操 曹梦德我要杀你的时候呢 我是这样 然后她那个曹操就一扫 他发声很爱你 那个找不到我 然后你在哪 你在哪 就每次都跟我玩 那游就走 我想问一下 这一系其实我们看到报道说 你哭戏特别多 对 哭对于你来讲难吗 在戏中 不难 因为演我父亲的呢 是这个尼大宏老师 然后挺逗的 我第一天跟他对戏的时候呢 我就叫他父亲了 我就想说 我记得他在那个电视剧的三国的时候 他就是那个尼老师还挺正常的 挺正定的 是不是真的就是年纪大到这种程度了 当时还这样想 就还一直在抖 后来有一天那个我们约吃饭的时候 他就很正常的就来了 然后我才知道说 他其实是为了设定这个角色 但他的角色非常的影响我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父亲不在身边的小孩 但是呢 福皇后是一个特别拥有父爱的孩子 他被父亲宠爱着 然后他被父亲教育着 他生命的信仰 他被父亲带领着 然后我觉得在他心目中 父亲比汉宪帝跟曹操都还要巨大 所以我在演这场戏 父亲要被拖出去杀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需要任何酝酿的 因为对一个从小渴望父爱的女孩子来说 在戏里能够亲自感觉到被一个父亲爱的感觉 那所以当 更容易出动 对所以你知道当那个宁老师要被拖出去的时候 他轻轻的在我耳朵边 就有那一场戏 他轻轻在我耳朵边照了一声说 儿啊 死而无憾 这样 哗就拖出去 哇我那一瞬间是崩溃了 父亲被拖出去 我的袍子很重嘛 所以我就在地上继续爬了两三下 因为我必须要留住我父亲 然后我就一直大叫说父亲父亲父亲这样 然后那场戏我们拍了七天 各种角度各种方向 然后各个人的表情我就哭了七天 就这样 然后那七天都是在喊父亲 他就是这样拍了七天 我就是每天回去就 就是那个头痛得不得了 因为那种喊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狮姑的小猫 就是猫小猫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失去妈妈的时候 他就在一个小路边 然后你在那 然后有人碰他就吓得要死 我当时就觉得说我要用那样的声音来表演 我好奇怪我拍的那几天 只要是你老师一在我耳边喊儿啊 我就开始哭 就已经变成一个开关了你知道吗 叫儿啊 我就开始哭了 我们不看那个后来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看余能静在这个戏里面 非常非常非常投入的哭戏的 真的看着现在都虚脱了 看着都还想哭 因为我觉得那个情感 虽然那是一场假的戏 但对演员来讲 你就真实经历过生理思别 而且就像他说 他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场面 他要拍很多很多条 然后你每次都要一样的状态 最后来我就不让他们擦眼泪 因为你必须要联系嘛 刚刚那个镜头是这样 你已经哭得满脸都是了 然后最可怕的是第二天又要拍 是从这一段 父亲已经被拖走开始接 你还得满了点眼泪 那我呢是不喜欢用眼药水的 因为我觉得眼药水只有一滴 真正的情感是会不断涌现 所以呢第二天我要到旁边去 抢一下你老师 然后又到旁边又开始哭 我看你刚才哭的时候 然后你那个助理可怜巴巴的 拿个可乐喝点 没有因为不能喝可乐 马上想起现代人了 对啊那几天就是 因为哭太多了 我的助理跟我感情都挺好的 他们后来都跑去问导演说 这次跟副导说还要哭吗 别别让他哭了 什么副导演说干什么 走开走开 就是那种 就是他们因为我的助理很疼我 虽然比我小 所以演员真的是 这还有呢 这只是其中一场 好那激情戏呢 激情戏 激情戏 激情戏其实不能 是你跟所有朋友拍是 不是我跟所有朋友 一点点异想上 那我跟邱星志 邱星志 那第一次演 两个人要商量吗 我们 我其实我第一天拍的 就是曹批 强行战友 福皇后的那场戏 强行战友啊 够文艺了吧 他很逗 因为我们第一场戏 我还没跟他对过戏呢 然后 一来就是 那个导演就说 邱星志 都不熟呀 上来就要拍 我说星志好久不见 对啊对啊 上次见大概什么时候 对对对 两个人穿的古装在那 然后他又说 你怎么样 我说挺好 那我们来吧 然后我说好来吧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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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突然间 他就把我推倒 然后 然后推倒之后 就躺到我的身上 然后导演就喊咖 就下一个镜头 就要往更近的地方推了 然后 他就突然之间他就说 不好意思我等一下喔 能撕开你的衣服吗 他就非常那个 文直彬彬的说 一能静对不起不好意思喔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说 那个星志你说你说不要客气 我一会能撕开你的衣服吗 然后我就 然后 我手能摸你胸口吗 然后我说 还有我把你衣服撩到大腿上 你介意吗 我也不知道 难道我要说好啊好啊 这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我又不能说不好 因为 因为不可能 是为了戏吧 对然后 我就说没关系 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会怎么样 然后 我就说 我说因为我的角色 其实是在反应 誓死抵抗嘛 就誓死不从 所以我说 你不管碰我哪里 我肯定是极力反抗 所以我没有设定 你碰哪 我一定就是推哪 或者是咬哪 我觉得人家太有礼貌了 对 我可以 把手放在这儿吗 对 对对 你说你可以放在这儿 我可以咬一口 对 然后呢 后来在正式来的时候 我只知道 反正就过程很激烈 那个 但是呢 最可怕的是 第二天第三天 我们来拍戏的时候 我们已经带了 互膝互肘了 但是他被我踢的 有没有踢到哪 我不知道 但那附近全是鱼琴 就是大腿小腿这全是一手上也全是被我抓伤的 就他受的伤 比被强行的人还准 人家是在拍戏 对 乔皮比 被扶黄后伤的还准 没有 关键你能够是人家是在拍戏 你反强起来跟真的似的 对 因为那个很难 如果你有点扭捏或假 你把它当作一场戏来演 男演员就很惨 因为导演只要说我觉得不像 我觉得不逼真 这种戏一定要用最大的情感 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拍掉 对 我觉得你一直在演戏 同时你又在做人物分析 对 对 而且我也能感觉到你演这个戏很过瘾 对 不是说被强行很过瘾 大家不要误会 就是挑战很过瘾 对 是 挑战很过瘾 他里面有几场戏 我都非常喜欢 但是不能再说了 让大家看电影去 对不能再说了 而且今天特别成功 我一开始觉得大片挺好 一能进就是抛了几段 然后到关键的时候 嘎然而止 就是让我们看电影 你们去吗 太小声了 你们去吗 感谢包场 特别感谢余能静今天来这里 跟我们聊了很多的故事 希望你经常来 你每次来的时候 我都会特开心 听故事 对 但是不要忘了 你现在也是个妈妈 所以最后呢 我们要送上一个礼物 希望你带个小王女 来 导演亲自做的 太可爱了 谢谢 还没有做完对吧 对实在感不及了 没有做完 哪里没做完呢 哪里没有做完呢 哪里没有做完 哪里没有做完 只是面 那没有关系 让我儿子把它黏完吧 吊顶没有沾 那让小王子回去自己去把它去完成吧 他可以让他小女朋友的娃娃睡在里面 对对大家看一下 好可爱哦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你看 确定要送给他不能送给我吗 我也幼稚的 有浴室 嗯 有那个床 我觉得你们